各位同学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自然坐标中的运动方程 现在写在左上角的这个运动方程就是我们在等压坐标中的运动方程 所以你注意一下这个规定的下标有一个P在这里 这表示是在等压坐标中 那我们复习一下等号左边这个就是加速度 然后等号右边的第一项是压力剔度力 第二项就是克视力 那我们在前一段影片中有推导了自然坐标中的加速度 所以这个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可以分成两项 那这两个方向分别就是自然坐标中T hat的方向和N hat的方向 那这个就可以放到左边这个运动方程的等号左边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等号右边的这两项 那克视力的话在自然坐标中的克视力 之前讲过克视力的向量形式写起来是F是那个克视参数 所以这是克视参数乘上它k hat是头顶上那个方向 k hat cross v 向量 那因为这两个是k hat跟t hat是向量 所以我把它写在一起 那这两个向量外积起来 所以你可以把右手拿出来你的四肢手指头指向上面 然后你要朝t hat的那个方向转你的手指头的时候 你的大拇指势必要指向N hat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向量外积起来就是N hat的方向 那大小的话就是F乘以V这个大小 所以这个就是自然坐标中的克视加速度 那它只会作用在跟运动方向垂直的方向上 就是N hat这个方向 再来是自然坐标中的t hat度力 那这个t hat度力 就是把它写成是在t hat这个方向跟n hat这个方向 那t hat这个方向就是沿着我们运动的方向 所以是这个小写s表示的是我们运动的这个路径 这个粗粗的黑色的箭头这个路径 所以沿着这个s的方向的9 potential的改变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t hat这个方向的t hat度力 那另外一个n hat这个方向的t hat度力 就是你这个9 potential在n这个方向上的变化 它的t度就写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简单就这样把它写不来了 那现在其他t度力和克势力的力 我们都已经把它分开来 分到t hat跟n hat的方向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上面的运动方程 然后两边要相等 所以就可以先来看一下t hat 就是切线方向这边的力的平衡 t hat这个方向的话就是dv除以dt 所以等号左边会是dv除以dt 那等号右边的话就是这个partial 就potential to partial s 这个 然后n hat就是法线方向的力的平衡的话 就是你会有这个v平方除以r在这里 然后你会有刻势力在这边 然后还有这边n方向的其他体度力在这里 所以这样这两个方程式 这样一组方程式就是我们在自然坐标中的运动方程 那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v在这边永远都是正值 在自然坐标中我们的v永远都是正值 然后r的话是曲率半径 所以它的正负值代表就是你这个器块在转弯的时候 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转 如果它是r是负值的话 就是它是顺势正方向转